位於荷里活廣場三樓命案現場附近 專賣韓國食品的韓印雄早前在店鋪門外貼出告示 指事件發生後 鄰近商店亦受嚴重打擊 客流量大跌九成 銷售額亦大跌七八成 就算推出半價優惠亦無保於事 店方有指多次與業主聯絡 尋求減輕雙方負擔的方法 但業主回應指不會負上任何責任 店方表示感到非常失望 基於無法負擔租金管理費 營運開支及員工工資等 決定在昨天結業 剩下合同期限的租金 會在法庭判決後支付 我們今天到三樓現場視察 發現韓印雄門外已經有工人為起木板 而貨架上遇下少量貨品 這一層的人流液教稀疏 在旁邊的內衣店職員表示 知道韓印雄已經結業 但不太清楚他們的生意大跌的原因 但他指 內衣店在事發後生意沒有受太大影響 而同一層的精品店職員指 生意教案發前差 但事隔兩個月 相信之前的事已經慢慢過去